除了一年一度的热气球江年华 来到了台东 你千万不可能错过的 就是现在台东最夯的观光景点 那就是铁花村 铁花村其实并不是一个村 而是一个属于喜爱音乐朋友们的聚落 那里一个星期有五场的现场演唱会 在下午还有市集活动 吸引相当多慕名前来的观光客 到这里来游玩 如果说下次您计划台湾的自由行 可千万不要错过 这个可以让您一边享受多元音乐 同时还可以慢活的好地方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村长 OK 谢谢各位今天这种天气来到铁花村 不过今天花这个钱 替这个表演是值得 对不对 铁花村的这一夜 虽然有个台风从台湾南端擦身而过 但并没有影响全场坐无虚席的观众 因为铁花村 因为陈建年 让这个风雨夜的台东显得格外特别 长年在蓝雨工作的警察贝贝陈建年说 已经将近一年没有到铁花村演出 但当他的歌声一起 时间却仿佛不曾流动 现在到台东 如果不走一趟铁花村 听听这里多元的音乐 好像旅程就不算完整 这个迈入第三年的音乐平台 为过去被戏称只有老人于海的台东 带来了远远多于音乐的影响力 他不只吸引了本地与外县市的年轻朋友 更常常让国外的旅客驻足 铁花村他提供就是一个非主流的音乐平台 而且也是针对这些原住民一些创作音乐的音乐人 给他们提供一个经常性的一个表演地方 所以说那外馆就是说 这边可以听到很多不一样的音乐元素 他几乎就是说 这边真的是一个music park 这个是让我最印象深刻 而且还是从外国人讲出来的 留着一头飘逸长发 还有壮硕魔鬼身材的铁花村村长发歌 是在地的阿美族勇士 他在当铁花村村长之前 是名离乡背景的反恐部队教官 对于能回到家乡掌管铁花村 他形容自己每天都躲在棉被里偷笑 但其实那不仅仅是异乡游子能回家的喜悦 还有着能为家乡做些什么的期待 铁花村成立之后呢 说实在的这个来讲 对这个年轻的青少年乐团来讲 也间接地也会影响到他们 把这些标策的年轻人 或者打打在路上打打杀杀的年轻人 拉回到一个正途 然后用音乐可以发泄他们的经历 而且他们又有创作 可以一直在激发他们成长 台湾是我的故乡 每当有机会到国外 然后大城市 也是大的国家 虽然国外有美丽的风景 可是坐了大飞机 中飞机不到台东的以后 那就是不一样的 是啊 不用刻意讲 就是不一样的 台东有丰沛的音乐创作能量 这里的原住民几乎各个会弹吉他 但发表空间很少 原住民歌手巴奈深刻体认 好山好水好无聊的台东 就是少一个好的别人场地 因此发歌一群人 用两个月买手改造台铁废弃宿舍和仓库 打造一个有户外和室内演出场地 以及一整片绿油油的草地 300平的空间 每周三到周日有现场演出 假日还有市集活动 铁花村成为音乐创作平台 以及台东市最佳假日景点 铁花村不是只做三年 我们是希望做三十年三百年 可不可以 那也要你们的支持啊 有不对 真的是 铁花村不是很爱钱 但是我们希望你们的钱 铁花村满一周年时 中天电视特别记录了这个音乐原地的成长 如今铁花村迈入第三年 也即将结束交通部观光局背后的经费支持 村长发歌虽然担忧 但却对铁花村充满信心 自主营运它对我们来讲 可以考验我们这个经营团队的 那个这两年来的练功 练功的那个这两年来的那个成效 你的东西好你才会吸引你 你如果东西不好 你环境再怎么好 我想那个东西 永远不会吸引别人 有多少曾经人口外游的都市 能有铁花村这样的拥具魅力 有机会走一趟台东 你就会真正感受 感谢观看